苗栗县公管国中桥牌社学生詹芷林与林绍泽 日前在亚太青年桥义锦标赛U16组荣获了季军 成功取得暑假在荷兰举办的世界青年桥牌大赛的门票 到时候他们会跟名人国中的选手共同来组队 积极备战为台湾震光 苗栗县公管国中桥牌社选手詹芷林与林绍泽 在第24届亚太青年桥义锦标赛的参赛队赴上签下名字 把这荣誉的纪念献给学校 由校长方丽萍与家长会长共同接下 感谢学校的栽培 两人都是从公管国小开始练桥牌 升学到公管国中时 也幸好由主任崔春平协助下成立桥牌社 继续由教练赖来问亲身指导 连续四五年的训练勋陶 让两位选手表现日益成熟 就是因为孩子愿意付出 像芷林基本上都没有缺席过 那这过程当中我看到他一路 因为练桥牌他不断的一个成长 不管是在学业上的一个成长 或者在他桥牌这条路的一个成长 那看到孩子的努力让我很感动 那有了这些青少年的这些幼苗 继续的发光发热 那我相信对所有的老师来讲 都会愿意请全力来支持 公管国中成立一个叫做 七一桥牌自幽学校 所以这个七一就是不限于本校的 而本校只有一个子联而已 公管国有训练六个都在各校 别的学校也认为这样训练比较好 因为搭档固定 所以这种风范 应该是苗栗的校长 该学习的风范 两位选手今年五月参加台湾代表队 前往大陆宁波比赛 拿下U16组荣获季军 成功取得进军世界青年桥牌大赛的门票 比赛过程充满惊喜与感谢 国际赛可以跟不同国籍的人切磋到排际 然后让我们的排际成长更快速 然后最后要感谢赖主任跟邱红成祖密 在我们要去打国际赛的时候 就是不辞辛劳的这样教我们 就是队长要事先先填写座位 然后比赛中还要看成绩 还要了解对方的资助卡有什么特约 也要讲给我的队友知道 队友们大家的素质是蛮好的 因为有赖来问主任那个厉害的指导之下 公管国中虽然没有桥牌体育专班 却在师长愿意为学生提供不间断的训练下成立社团 因而进军世界 两位选手也将与迷人国中桥牌选手们组队 暑假前往荷兰参加世界赛积极备战 期望为苗栗县为台湾争光 谢谢观看